透過現場畫面可以看到 一台黑色賓士轎車 直接撞進路旁的店家 賓士車頭嚴重的毀損 板心翹起 零件更是散落一地 那麼更誇張的是 連一旁的浩志燈 也被撞得連根拔起 一路被拖進店內 而店家就是當地的里長伯 第一時間交電話 連鞋子都沒有穿 就衝回現場 那麼還好當時裡面沒有住人 根據阿檢的這輛車禍 在清晨五點多 接近六點 台中大理區永龍路上 駕駛開車載著兩名 有人準備返家 自撞路旁的店家 車上三人都受傷送醫 而駕駛自稱是為了 閃避一台摩托車 才會失控撞進店內 而警方當場實施酒測時 駕駛一開始還不配合 要求喝水拖延時間 最後酒測是確定 是酒測 至於詳細的造勢原因 真的是為了閃避摩托車嗎 警方仍在離境當中